还有就是在婚礼上新人会跪着给长辈进茶 有的是岁数不大但是辈分大的长辈 请问这样子会不会悲业吗 实际上最好不要跪啊 跪个魂啊 跪了跪死了 很多人就是儿子女儿一结婚一跪之后 爸爸妈妈身体严重的就垮掉了 所以刚刚结婚之后没多久爸爸妈妈就死掉了 你去看看看有多少 跪的话你把这些 因为我们现在你们都懂的呀 业障都跪到爸爸妈妈身上去了呀 哦 明白 我问你我跪求人家 是不是求人家帮你解决问题了 哦是的 是的 我还我还很想跪了 我很想跪你们呀 你们让我跪跪了 好了 话都你都接受不起的 你还还想说真的跪啊 开玩笑 是的 这个话都接受不起 真的是 你看我一讲话你都吓得了半死 听得懂了吗 是的 听懂啊 感恩师傅 师傅那有的老人 比如说他过九十岁大硕那种呢 会就看到新闻啊 会有全家族的孩子都给他下跪磕头 那也不好吧 九十岁那种 准备走吧 亏了多了就准备走了 哦 他就是死要面子呀 哎呀 我是老祖宗了 来大家都给我磕头了 你以为磕头是好事情啊 磕头要帮下飞的 你去冲个局长磕头 他就要帮你解决问题的 嗯 对不对啊 你在马路上很多人 一冲人家磕头 我上次看了一张照片 这个喝酒 喝酒驾驶 被人家警察抓到了 他的妈妈在边上跪下来 那警察马上就得跪下来了 哦 你没看见那张图片呢 吓死人 那警察过来就消掉了吗 就是说他不帮你背啊 这个警察一定懂的 家里一定有人信佛的 很聪明啊 你这个老人家从你一跪的话 你你你你 你受得起他 你赶紧跪下来的话 哎 这老妈妈就没办 没辙了 对不对啊 哦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对不对啊 他啪一下子跪下来 你怎么办 你你站在那接受他的跪伴 你就替他备业了 这个业大呢 嗯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反而时候开始 过去古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呀 不孝顺 只要让一个孩子不孝顺 过去在农村里边有一个风俗嘛 一个村长 过去一个村长 如果看见哪一家长辈跟小辈磕头 就大家就 大家就把这个小辈就拉到村上里去斗了 就是像油斗一样的 哦 大家都骂他 大家就要打他 咱们有一批人会打这打这种人呢 就说你不孝顺啊 怎么怎么 倒霉了 家长 家长从小辈磕头 小辈就倒霉了 是的 是的 这家长为什么从小辈磕头 他受不了了 他欺负爸爸妈妈 不听话 啊 劈得来实在没办法了 他只能用这个 只能用这一招了 他不再做一招 造一什么办法了 明白了 小祖宗啊 我从你磕头了 好了 小家伙马上倒霉了 倒大霉了 明白了